世界上最远的距离是什么,是生与死,还是我站在你面前,你却不知道我爱你。 而在郁青嫂中,世界上最远的距离是,我想控制你继续爱我,最后换来的,却只是我的失控。 大家好,这里是极致读书,在这里遇见好书。 今天给大家分享现代作家白仙勇创作的中篇小说《郁青嫂》。 这是抗战初期,桂林的一位妇女与她的情人双双殉情的故事。 故事从郁青嫂来荣歌家照看荣歌讲起。 从郁青嫂和甘弟弟亲生的爱情发展为主线,勾勒出一位遭遇人生磨难,希望通过爱情获得救赎, 但最终求而不得地控制欲,让她在情人背叛后,选择与其共同走向灭亡。 小说中作者站在一个不懂情感的懵懂小孩荣歌的视角上,来讲述整个故事的。 故事中的我是个小学四年级的学生,一位从小任性交养惯了,看白戏,吃零食,晚上溜出门, 除了母亲外不怕任何人的大少爷。 这样的我不懂情,不懂欲。 在描述中,郁青嫂原也是体面人家的少奶奶,可是丈夫戳鸦片死了,家到中落, 被婆婆赶出了家门,而恰巧,荣歌的奶妈因丈夫病重辞去了。 矮子舅妈便介绍来了漂亮的郁青嫂。 青嫂虽然是一个三十多岁的寡妇,但天生丽质,面容娇好。 荣歌很喜欢她,因为她的美丽温婉。 而自从郁青嫂来之后,白家的光棍男佣人就像苍蝇见了鞋, 家里的男性佣人们也很喜欢她,大概也是因为她的漂亮吧。 似乎全家人中,只有那个长得不好看的胖子大娘, 嫌她生得太好了,恐生是非。 所以,荣歌认为,她是自己长得丑,就讨厌别人生得好。 远方的叔叔满叔来家里传门,相证了郁青嫂, 说她只要嫁给她,能当上少奶奶,过上好日子。 可是郁青嫂却不愿,拒绝了满叔, 为此又惹得一番胖子大娘的闲话。 不久后,郁青嫂对荣歌说要回婆家一趟, 荣歌吵着要带她去, 郁青嫂不肯,一味哄她, 露远得很又不好走, 她一去就是了半天。 荣歌忍不住问胖子大娘, 大娘说, 郁青嫂,她一定是出去找野男人去了。 荣歌不信,偷偷跟了出去, 来到了一处杂乱的民房租住屋内, 荣歌把耳朵贴在门缝上, 听到郁青嫂和一个男人讲话。 我出来打工, 帮人家做老妈子, 业务的是哪一个? 只要你明白我这份心意, 我怕你身子弱, 劳累不得, 只要你不变, 累死苦死, 我都心甘情愿。 熬过这一二年我赚了钱, 我们就到乡下去, 我守着服侍你一辈子, 要是你变心的话。 荣歌想看那男人什么样子, 用力拍门, 郁青嫂打开门, 见识荣歌吓了一跳, 然后荣歌见到了一个, 长得很好看的男人, 叫庆生。 郁青嫂说, 这是她的干弟弟。 郁青嫂对庆生照顾的极周到, 凡事亲力亲为, 管束得像是一个小孩子, 恨不得能用绳子, 把她拴在自己的裤腰带上, 不光不舍地让她去做工, 连门也不想让她出。 荣歌渐渐觉得奇怪, 郁青嫂不让她说出庆生的事情, 还半夜偷偷去私会庆生, 并且脱了衣服鞋袜和庆生躺在床上, 还有庆生的膀子咬出了血。 荣歌很喜欢庆生, 放学带她去戏园子, 让她见到了台上唱小蛋的金燕飞。 庆生的眼睛移不开了, 而郁青嫂再知道少爷竟然带着庆生去了戏园子, 难得对少爷冷了脸, 不许她再带庆生出去。 一个大晴天, 在山野中, 郁青嫂看荣歌庆生放风筝, 兴致盎然。 忽然间, 浓舞自山顶排山倒海弥漫下来, 迷蒙蒙一片, 什么也看不见。 庆生, 荣歌被浓舞吞没, 郁青嫂感觉到不安, 恐惧, 乏力地追跑, 跌倒, 爬起来嘶喊着庆生荣歌的名字。 慢慢地, 郁青嫂和庆生就不对劲了, 郁青嫂总是盯着庆生眼光灵力地可怕, 庆生在她的注视下会极不自然, 一旦庆生外出, 郁青嫂就会盘问去了哪里, 是不是一个人有没有遇到其他人。 元宵节, 郁青嫂带荣歌去找庆生报了汤圆, 庆生却不吃就要强行出去, 后来两人越发不对劲了。 荣歌的姨妈动了胎气, 荣歌的妈妈去陪几天, 荣歌妈一走, 荣歌就狂起来, 当天约老曾一起去看戏, 戏马是金燕妃是孙玉角的石玉拙, 因是花旦戏, 老曾看得津津有味, 爱看武打的荣歌显得不耐烦, 溜到后台看戏子老, 那些戏子都知道荣歌父亲的名望, 对经常来看白戏的荣歌也蛮热情。 在后台, 荣歌听和金燕妃对唱的陆宁香抱怨说金燕妃太骚, 如意珠告诉她说, 人家已经有了相好, 荣歌急于知道是谁, 经执点才发现, 台下直浪浪在人群中的, 竟然是庆生。 得知庆生和金燕妃打得火热, 天天晚上来接她, 荣歌决定亲眼确认一下, 而陆宁香却发出感叹, 嗯, 那个小婊子果然有几分眼力, 是个很体面的后生仔, 难怪她倒贴都愿意了。 目睹庆生和金燕妃亲热地进了哈盛墙后, 荣歌急忙跑回来, 拉着玉清嫂的袖子说, 你一定要去看, 这是你自己的事情, 就拉着玉清嫂上级不接下级地往外跑, 到了那个餐馆前的阴暗处。 玉清嫂问怎么回事, 荣歌都不说, 叫她自己看了就知道。 一会儿, 庆生紧挨着金燕妃从餐馆走出来, 庆生替她提着砍尖, 两个人相洗而行, 好清热的样子。 玉清嫂一见, 脸色煞变, 追星刺骨, 整个人腿躺下来, 瘫软蹲在枪角。 脸上痛苦, 肌肉逐渐紧紧缩, 浑身发抖, 眼珠正正的。 荣歌跟着玉清嫂 跑回了庆生座的地方, 好一刻庆生擦回来, 她一见到玉清嫂坐里面, 一呆, 也不吭声。 玉清嫂忽然跃上前, 用力搂住庆生。 庆生, 不要离开我, 我什么都肯答应你。 我为你累一辈子都愿意, 亲弟, 你那点烦再等我几年。 我攒了钱, 我们一块离开这里, 玉姐一生一世都守着你, 罩着你, 服侍你, 疼你。 玉姐替你买一栋好房子, 这间房子太坏了, 你不喜欢。 然而面对这样的玉清嫂, 庆生却很恼火无力, 她同样祈求玉清说, 你要是真的疼我的话, 你就不要再管我。 你要管我, 我就想避开你, 避得远远的。 我才二十来岁呢, 还有好长的半辈子, 你让我舒舒服服地过一过, 好不好? 玉姐, 我求求你, 不要再来抓死我了。 我受不了, 你放了我吧。 玉姐, 我实在不能给你什么了, 我, 我已经跟别人。 玉清早听完信后, 脸色刷白, 几天后一夜, 玉清嫂化了精致的妆容, 把一切搭理好, 要求容哥不要告诉任何人, 说他要出去一下, 要出去的时间长一些。 说完, 他紧紧搂了容哥一下, 匆匆地走了。 这一夜, 他没有回来, 再也不会回来了。 那一晚, 容哥睡得很烦躁, 半夜醒来, 发觉玉清嫂还没回来, 急忙穿一小袄, 出后院的圆门。 竹林悠悠, 四周隐隐绰绰, 容哥走到庆生门口, 从窗口往里望。 惊恐地看到可怕的情景, 清晨和玉清嫂都躺在地上, 清生仰卧着, 喉咙管有一个杯子口, 那么宽的窟窿, 紫红色的, 血凝成筷子了, 灰色的凹子上, 大大小小倾着好多血点。 玉清嫂浮在庆生的身上, 胸口插着一把短刀, 鲜血还不住地一滴一滴流到庆生的胸前, 月白的衣裳染红了一大片。 小说中, 作者多次通过容哥的眼睛, 对清生唇上胡须的一再强化描写, 强调的是清生的嫩香, 也就是说清生是年轻的, 太脸红, 易受惊, 乖巧却偶尔倔强。 这些与她淡青色的胡须一起, 无不显示出, 她还是一个大孩子。 与此相对应的是玉清嫂额头的皱纹, 尽管玉清嫂是美丽的, 可石棺的脚步已在她脸上留下痕迹。 玉清嫂死死抓住清生, 如同一个将溺死之人抓住一根稻草, 其实质也不过是期望通过这一行为抓住自己的青春。 她将清生小心翼翼地保护起来, 不让她与外界接触, 她以为只要将青春封存, 便可以抵制时光的流逝。 可是, 清生终究要接触外界, 寻找一个自己心仪的女孩, 而她对清春的自我封存也仅仅是刺欺欺人。 三十多岁的玉清嫂虽是韶华见识, 但她却抓住清生, 企图从她身上充实起一堆破碎的梦, 从而救出自己。 结果, 当美梦在残酷的现实面前, 越撞越碎时, 她采取了疯狂的报复行为, 选择与所爱之人, 共赴黄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